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7日 星期六 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5月4日 是 五四運動的週年紀念 5月4日 人民日報頭版大力吹捧 叫這個年輕的青年 起來造反 這個我覺得 很明顯 這句說話就是我們將習近平的 我們將他軍的 不僅如此 這句說話是一句金句 但是竟然是19年反送中運動的金句 我覺得 這個人民日報的頭版 真的 擺明就是玩習近平 不知道是不是當日 他們也收到一封 政變 要動習近平 然後 然後 5月3日 5月2日開過擴大會議 這個消息傳出來 排版5月3日排版就要動他 因為排版5月3日出 星期5月4日才能出界 人民日報這個5月4日頭版說甚麼 一篇名為 新時代總書記這樣寄望青年的文章 出現了反送中的禁句 世上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很多人都會這樣問 看了一篇報紙 大家是不是想 中國的青年 好像香港的年輕人 挺身而出呢 其實 這句說話 或者這篇文章 那個 陰毒成份 認為 比起林彪 要求設立國家主席更加陰毒 你究竟想怎樣 人民日報 這句說話 基本上你只要搜尋一下 你就知道原來出自香港 一個反送中的口號 當然我們也知道 當時出自李政熙的口中 其實 在2015年他們選區選的時候 就用這個口號 當時他最後也輸了 當年他們選舉很好笑 恐嚇那些 選民 走樓拉票 包人家瓶 比較衝動一點 這句說話 之後 當然是在反送中運動遍地開發 現在 竟然 大陸的人民日報 周不時都拿出來說 而且不單止是 其實這句說話 首先 是由 中共 的寫手交給習近平 由習近平在一個重要會議的時候 應該是中央的 政治局會議裡面的講話 打算拿出來一個口號 誰知道糟糕了 原來那句是反送中的口號 這句口號 使得 中宣部裏面的人 原來被抄了 給習近平 究竟他是包藏禍心 還是不知道的呢 其實不可以說不知道的 你一找下去就知道了 那個來源是哪裡看的呢 就是在當時的反送中運動 所以 我們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中共體制裏面 其實有很多在暗自反襲的人 因為這句說話絕對不是我們擦鞋的 你看到就知道糟糕了 這些是有殺身之禍的 大家知道嗎 中宣部由王滬寧去掌管 王滬寧不是很好把關 竟然會被這些文章出街 這個才是奇怪 大家明白嗎 我們詳細跟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現在 北京中南海的局勢 可以說是 從來未試過鬥得那麼激烈 但是他的經歷程度 又不可以上升到懷人堂政變那種級數 因為 大家知道 懷人堂 負責保衛中南海的是中央警衛團 中央警衛團是直屬中央警衛局 中央警衛局 是由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 直接負責的 即是說 他們 下的命令 只能由丁薛祥下的命令 這樣怎麼懷人堂政變呢 是不行的 但是 中央衛庶部隊 也是由習近平換了很多次人 沒有理由聽其他話 如果要進行一次懷人堂政變 意味著你要在外面調部隊進來 那就變成內戰了 那就不是政變了 那就變成內戰了 所以 他們一定是通過一個政治方式去解決 而不能夠 好像當年對付四人幫那樣 用懷人堂政變 出動中央警衛團 大家要 記得當時的情況是不同的 1977年 1976年 1976年 其實也是幾個月 四人幫只是掌權了幾個月 10月份就動手了 他們動手 首先是汪東興 因為他們掌握不了軍隊 四人幫其實最大問題就是他們掌握不了軍隊 軍隊當時 由葉劍英等等等人的領導 那麼你想想 葉劍英是 鄧小平的人 軍隊 因為沒有了 基本上他們的老稅 其實只剩下幾個而已 還可以掌握到權的 只剩下葉劍英 好了 就算陳錫聯是軍隊出身 不行就是在中辦裏面 陳錫聯 其實以前是劉鄧大軍的旗下 一二九師其中一個 營長 好像還只是營長 還沒有去到團長 那時候是跟著一二九師 跟著劉伯成 鄧小平 劉鄧大軍 所以 陳錫聯 會不會 作反呢 很難說 但是 他 也是在軍隊裏面說不完事 因為有葉劍英 比他更加高級的葉劍英 還有鄧小平 所以 你想想 當時的四人幫是掌握不到軍隊 而且陳錫聯也不是四人幫 他當時站在華國鋒那邊 我們看看 現在的情況又不同了 我們即使認為習近平 掌握不到軍隊 他沒有辦法得到全部軍隊的 支持 當然不少有些 爆單少少東西給大家聽 我們一收到的消息就是 現在在 東部戰區 南部戰區 就是不托習近平的 不過 那些命令要照做 繞台是要照做的 不過 到了真的攻台 是不可以的 他們清楚台灣的實力 清楚自己的實力 怎麼攻台 打烏克蘭也打得那麼辛苦 隔著國外怎麼打 但是支持 習近平的 就是西部戰區 為什麼西部戰區要支持呢 打海戰 關我們什麼事 我們推你去死 所以早一陣子 西部戰區緊急調了一隊軍隊 去福建 為什麼要那麼遠調過來呢 目的 就好像督戰 要動手 逼著 南部戰區 逼著福建那邊的導彈部隊 做事 以及 軍機去繞台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 香港當然是包藏禍心的軍人 你打仗而已 不關我事 支持習近平 一定會拿到好處 拿到好處 推你們去死 打仗是你們東部戰區 南部戰區的事 打台灣 關我們西部戰區陸軍什麼事 所以 軍隊裏面不是沒有支持習近平的 不過力量不夠 那邊其實是互相鬥爭 南部戰區和西部戰區 其實是一直有 很多衝突 很多利益的爭奪 因為你那些預算都拿去買飛機大炮 我們也要買的 陸軍當然是拿太多預算 飛機當然是比坦克貴的 所以 在經濟利益方面 南部戰區和東部戰區可以說是拿了大份 人家當然是不妥的 紅香不釀 那些地方人民容易鎮壓 臨機關槍搞定 哪有用大炮 哪有用導彈 所以呢 這個就是 每一個 地方的那種矛盾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再說回這篇文章 你在5月4日 北京五四青年治 其實就是五四運動 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 之後就產生了新文化運動 冒起了陳獨秀 李大超 渠秋白這些人 最後 陳獨秀退出共產黨 渠秋白斬頭 李大超就吊頸 也不會有好下場 共產黨 我們會看到 這個 五四運動其實就是中共 冒起爆發的原因 這個日子推出來 當然五四運動也是年青的學生運動 抗議北洋軍閥 要外爭國權 內除國賊 打倒 兩個 簽訂的 不平等條約 曹宇林張中祥 火燒趙家樓 抓了官員出來打勾他 現在的情況 當然 在外國方面 也不用爭國權 國權很強 問題 國賊有很多 全國都是國賊 而且 還是獨夫 還是黑害人民的國賊 那麼你究竟 是要希望 中國的青年 好像五四運動出來抗議你們 還是衝進中南海 把你習近平出來打勾你 圍毆你 當然你也不希望這樣做 問題是 人民日報好像在煽動 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犯人 那麼挺身而出做甚麼 當然是對付習近平 當然是抓他出來打 如果可以的話 所以 這篇文章 無論 從這個來源 從這個動機 從這個現實的客觀效果 或者想他達成的甚麼目的 其實都只是在針對習近平 那麼究竟 人民日報 是不是真的聞到朕脫呢 即是說5月4日 5月5日之後 習近平出來高調反撲 但是 越高調反撲 就代表 壓力越大 如果沒有人 出來歪曲 出來顛覆 出來否定 他們的 全面清零的政策 他要怎麼這麼高調說呢 所以大家 看共產黨 看中共的文章 看中共的宣傳口號 你要懂得解讀才行 這一個 我認為絕對是在抽中習近平後腿的 這個口號 你 不要說不說 我拿這些出來說 進了五四運動 所以 大陸的政局還是變化莫測 我們 這幾天會分析大陸的政局 大家多留意 拜拜 拜拜